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厉害的权术大师 终其一生他都拿捏在慈禧太后手里 别看慈禧在历史上口碑不好 数十年的政治斗争却屹立不倒 身边的男人割韭菜时的换 唯有他 把什么洋务派 维新派 繁固派 义和团都拿捏得死死的 就算被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城 丧权辱国的条约接二连三 垂帘听证的骂名不绝于耳 就是没人能撼动他的地位 慈禧太后挺受争议 一部分人认为慈禧专横野蛮 固守祖宗之法 将维新派打入血泊当中 是保守势力的头目 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 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 把慈禧骂得狗血淋头 恰恰是这样一位变法的反对者 却在庚子国变后一转而为 清末改革的支持者 下令废除科举制 命各省实行地方自治 编炼新军 甚至派清贵重臣考察欧美各国政治制度 近几年的学术研究发现 同务虚变法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相比 清末改革的激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老文顾慈禧太后搞起新政来 比维新派还猛 与他应循守旧的形象有些格格不入 另有一部分人认为慈禧极为开明 如支持李鸿章 张之洞等兴办洋务 还认为他在抵抗外来侵略时 也表现得有胆有识 如支持左宗堂收复新疆 地狱沙俄 蚕食中国领土 当法国入侵越南北部 尽窥中国西南边疆 慈禧一面摆出同法和谈的架势 一面暗中资助民间的抗法武装黑旗军与打促谈 这样老辣的外交手法令慈禧的形象变得光辉起来 日本学者加藤彻甚至称其为大清帝国最后的光芒 但是就是这样的光芒 请能说出 亮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 由此可见 慈禧似乎并非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无疑 以二分法来评价慈禧 只会距离其庐山真面目越发遥远 真正支配慈禧 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 正是其对手中权力的维护 也就是他运用的权术 晚清文人叶公措 在侠安仪稿中这样评价慈禧 其人阴雾 偏侠 不学而有数 但不托普通妇女习性 故对陈下即操纵驾驭之能事 而不能客展所长 满汉枕玉之剑 游牢不可破 足置于亡国 非偶然也 叶公措的话说对了一半 而满汉枕玉之剑则有失功运 故然 西太后在被八国联军驱逐出北京 经历流离颠沛之苦后 逐不开始有意识地培养宗室的政治素养 并将其大量安插在军政要位上 如载风 铁梁 梁碧等 后者几乎垄断了一切权威 但是 这些都是慈禧晚年所为 在这之前 李鸿章 张之洞 袁世凯等都是汉人 为何也能得到慈禧的重用 别的不说 让李鸿章和袁世凯担任直立总督把守清廷的心脏 足见慈禧 对于李元等汉族大员信任程度之深 叶公措的评价无不后来人之偏颇 不过 所言前半句则极为精妙 不学有数 极恰当地概括了慈禧的政治素养 下面小编就分析一下 西太后如何以一己之力把持朝政近半个世纪 慈禧不学乃是客观事实 入宫之前 西太后识得一些文章 但并不熟悉官文撰写作 至于日后的洋务事业更是知之甚少 可是 慈禧似乎运气很好 她还在品位的时候 就为咸丰帝生下了她唯一的皇子 及后来的同志帝 母姨子贵 恰逢其时的生与皇子后 慈禧连进两级 尽为贵妃 咸丰帝在热河行宫并逝后 慈禧被尊为太后 凭借太后的身份 她得以利用皇帝的名义 操纵朝政 实现政治野心 可见 慈禧施展权术的前提 是她已经拥有了皇帝生母的身份 皇帝幼小 母亲协助其治理国家 名正言顺 这便为她日后由后宫走向庙堂 铺平了道路 但是咸丰帝弥留之际 指定的肃顺等顾命八大臣 成了慈禧扩张权势的拦路虎 为此 她不得不团结咸丰帝的皇帝 公亲王一新 双方内外联合 再返回北京途中将肃顺等一网打尽 好风凭借力又一新的配合 慈禧先胜一局 在扳倒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集团后 慈禧得以垂帘听政 如愿以偿 而一新也凭借之前同英法等国 定约时积累的经验和人脉 成功获得义政王的头衔 总览内政和外交 周长田头的慈禧 并未像多数人那样 急于改弦更张 树立自己的权威 而是小心翼翼地 维持着清廷的权力格局 公亲王继续掌握新设立的权力中心 总理衙门 而之前为肃顺所提拔重用的 曾国藩与所宗堂等汉族大员 也未受政变影响 继续指挥大军 进攻江南的太平天国残余势力 利用这一难得的过渡时期 慈禧逐渐掌握了 清廷权力运作的机制 作为权力欲旺盛之人 他并不满足于既有成果 而是静静等待着 扩张权势的良机 随着同志帝渐渐长大成人 自主意识萌发 他与公亲王一心在内政上出现了摩擦 慈禧暗中加以诱导 先利用这对书职的矛盾 给公亲王沉重的一击 借皇帝赵令剥夺了他所有的头衔 但是在发现公亲王的去职 导致总理衙门运转瘫痪后 慈禧随即又假作宽人 恢复了一心之前的职务 但并未恢复其义正王的头衔 被慈禧这样一顿敲打 公亲王多少有些收敛 但是他的仕途挫折远没有结束 中法战争期间 公亲王领导下的总理衙门决策时 对于战和举棋不定 导致越南战士受挫 他和公亲王的折子随即像雪片一样飞来 其中一日讲起居官又数子圣玉的攻击 最为尖锐 他认为一心等无知人之明 用所非人 致使前线失利 一时间朝廷内部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官员们对公亲王的攻击 郑重慈禧下怀 这一次一心可没有上次那么走运了 在过去的数年时间里 由于盟友东太后与得力助手文祥先后离世 一心已经失去了反制慈禧的力量 此时只能听天由命 在不甘的谢恩声中被夺去一切职务 赋贤在家 从此一心再无政治进去的朝气 即便甲午战争后期又被召回忠书 也无法消弭内心的颓丧 至于取代公亲王执掌 总理衙门和军机处的人选 早被慈禧签订 那就是他的妹夫 纯亲王一语另一位皇室宗亲李亲王适夺 二人庸禄无为 性格也不如一心那般棱角分明 这正是权力与旺盛的慈禧喜欢的 此时 清廷中书事实上已被慈禧完全掌握 打垮公亲王后 慈禧又操纵着皇帝 调转枪口 对准了之前一直鼓噪对法开战 抨击公亲王的清流党人 万青政坛中 以李红枣张佩伦为首的一批科举出身的官员 相互声援 自与清流 谈何权贵 为人所忌惮 一心去职后 他们也未能保住自己在朝中的势力 到了现在 李红枣和汪同和两位清流党大佬 因为一心出局 连带被赶出中书军机处 清流党后起之秀中 传政大臣张佩伦在福建马维港戒备松散 致使福建水师被法国海军击溃 张佩伦也因此被革职 发述新疆 而他的好友 同为清流党建将的张之洞 则因调度梁广友方 取用冯子才 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 从此平步青云 张佩伦的外放削弱了京师清流党的力量 而张之洞虽为清流党 但亦与慈禧关系亲近 因此从两派斗争中受惠的 为慈禧一人而已 慈禧坐收渔翁之力 离不开他对皇权的操纵 同志帝逝世后 继位的光绪帝也逐渐成年 慈禧不得不宣布 光绪帝完婚后 彻连归正 但其对朝政的影响力丝毫不减 例如光绪帝虽有权批阅奏折 可是批阅后 必须将奏折连同自己的意见 交给慈禧过目 这就是事后汇报制度 由此可见 慈禧乃是清帝国的隐形君主 她干预光绪帝决策时表现出的权利欲 也使得母子二人关系 日期紧张矛盾 终于在戊虚年全面爆发出来 中法战争后 清廷积极致力于发展海军 慈禧亲信 直立总督李鸿章 在维持怀军的陆军之外 另外精心挑选将左和军事 组成海军 这也就是清廷所倚重的北洋舰队 无奈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 李鸿章的海陆军精锐 几乎全军覆没 李鸿章本人也在一片叫骂声中 交出权位 取而代之的 则是慈禧另外一位亲信 王文韶 家务战争对清廷的震动不小 之前一直被抑制的清流党借机崛起 此时 户部尚书 帝师翁同和 依靠对李鸿章北洋戏的攻击 得以迅速崛起 一度有控制中枢大权之势 这自然是慈禧不愿看到的 所以他一方面将翁同和的政敌 荣禄调任直立总督 同时命起掌握新军 另一方面 则将之前遭打压的公秦王 重新抬出来 参与总理衙门的工作 几番起起落落 公秦王虽早已不负往昔的锐气 但制衡翁同和仍绰绰有余 这是慈禧的又一招妙棋 公秦王病逝后 新培养的刚义等人又缺乏诚服 眼看无得力人选压制翁同和 慈禧干脆将其割职 永不续用 这边又给清流党沉重一击 不过无心插流柳成音慈禧 将翁同和罢处后 维新派康有为等人恰得良机 以弥补其去职后留下的权力真空 光绪帝对这个公布学习主事十分欣赏 勇其变法 一开始慈禧亲信掌握精师位数力量 他自己又把持二品以上大元的任免权 所以他自信几个秀才闹不起来什么事 但是他想错了 光绪帝在改革上过于急躁冒进 冲击了慈禧主导下的权力平衡 皇帝认为礼部尚书怀塔不等阻挠变法 并将其一并罢处 同时提拔谭思统等为军机张经 后来光绪帝又将慈禧身边的红人李鸿章赶出总理衙门 这显然触碰了慈禧的底线 而日后 一同博文前往中国 传出了中外何类变法等传闻 更让慈禧感到自己有被架空的危险 于是他将殉政的方案付诸实际 光绪帝失去了手中仅有的一点权力 而之前变法罢处的官员也大多回到原来的岗位 他们对慈禧感恩戴德 更强化了慈禧主导下的训政体制 后来人评价这段历史时 多以慈禧反对变法而下结论 可是对于光绪帝挑战稳定的官僚体系的一系列做法 缺乏关注 君臣之间矛盾加深 恰恰让慈禧有机可乘 变法失败后 从慈禧对光绪帝的训斥 可亏其心意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如何敢任意妄为 诸臣者 皆我多年力选 留以俘虏 如何敢任意不用 很明显慈禧在这里 先以捍卫祖宗之法的面貌出现 光绪帝在名义上自然吃亏 他如何敢对抗祖宗的光环 但在后半剧中 慈禧十分信任自己挑选的俯臣 这更反映了其膨胀的权利欲 于笼落旧官僚的用意 年轻的皇帝涉事未深 不明其中道理 空怀一腔热血变法 四处出击 得罪的人不计其数 难免前功尽弃 而太后作为官僚系统庇护人的身份 也在政变后表现得愈加鲜明 但是精于权术的慈禧或许不知道 自己所示之物 恰也是臣子算计自己的工具 不须政变后 袁世凯因告密而获得重用 先在小战练兵 后出任山东巡抚 刚子国变后 玄右接替李鸿章执掌直立地区 这样一颗政叹新星 自然是慈禧在利用之余 要下功夫提防的 可是袁世凯也有自己的办法 当时官员跪见慈禧时 多不得抬头 这便是他们难以察觉 太后对自己的态度变化 但袁世凯并不担心 他买通了慈禧身边的宦官李莲英等 做奥援多得其暗示 例如袁世凯向西太后汇报工作时 李莲英即以双脚分合来暗示慈禧心情好坏 因此袁世凯面见西太后时 不多言语 没所言必投其所好 故而扶摇直胜 最终接手李鸿章的位置 袁世凯担任直立总督后 交结庆亲王 义匡等权贵 又暗中于宫廷内外 陪之党羽 权势日盛 日渐老年的慈禧终于意识到 袁世凯权重的问题 所以在笼络袁世凯的同时 也着力于提携清流党 后起之秀 瞿洪基等干臣 以制衡袁世凯的北洋戏 例如瞿洪基指使人弹劾 袁世凯 亲信断之贵 向庆亲王之子行贿 混得了黑龙江巡抚一职 既得到了慈禧的默许 臣子之间相互斗来斗去 正是他乐于见到的 可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 先是瞿洪基得意忘形 将慈禧暗示要把庆亲王撤职的秘密 抖了出去 导致慈禧在外国公使夫人的询问下 陷入被动 恼羞成怒 将怒气倾泻到这个 刚刚取得自己信任的大臣身上 徐洪基没有看到庆亲王倒台 自己反而提前出局 至于他的盟友陈春轩 也因被慈禧怀疑 与康有为等有往来而丢官去职 眼下这一切都是袁世凯暗中促成的 被杨戏因此呈现出独霸政坛的趋势 这些自然是习惯了假作旁观臣子内斗的慈禧 不乐于见到的 因此 同当年对付异新 翁同和类似 慈禧先是夺去元的直立总督一职 连其军权一并削去 后将其调回中央 以外务部尚书一职笼络之 实则对其进行监视 丧失实权的袁世凯面对慈禧灵活的政治手腕 深知不敌 不敢发作 只能认栽 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 慈禧还安排湖广总督张之洞进入中央 与袁世凯搭档 张之洞瞧不起袁世凯 并非科举正途出身 多有怠慢 袁世凯也是憋了一肚子气 陈辽相互制衡的局面又形成了 慈禧颇为得意的权术 此时已经走向极端 他担心身后天下难治 于是尽可能将军权大政向宗室权贵手中集中 例如光绪帝的同父义母帝纯亲王载风 至于此时期进入中枢 如此种种不胜枚具 但是慈禧看到的这些宗室权贵 可没有他那么老辣的手段 慈禧死后 载风等不断加大排挤北洋系的力度 袁世凯也因为风声渐渐不得已返乡养病 而他对清廷的最后一点忠诚也因此消磨殆尽 此后袁世凯再度复出时 他已不再是对清王朝忠心耿耿的封疆大力 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当袁世凯训练出的北洋新军抵抗清廷号令时 满足清贵们才意识到袁世凯隐藏的底牌 足以置他们于死地 是权术者终为权术所示 此许纵横晚清政坛四十多载 将若干能臣玩弄于掌心 或加官进爵 或罢黜出局 他千算万算 却始终未意识到当洋务派 清流派 维新智氏等牌被接连推翻后 最后倒下的只有他和他的大清了 1908年慈禧去世 摄政王载丰接管大清 四朝元老张之洞见到载丰后 念念不忘天下安危 告诫载丰以后必要擅抚民众 但载丰根本不理这一套 说了一句不怕 刁民闹事有兵在呢 1911年10月10日夜 武昌城的一声枪响 正是给腐朽不堪的大清帝国 宣判了死刑 中国的历史 自此也翻开了新的篇章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茜